留言当头我是温哥 温哥哥我是Lulu 是我们发现到近几天呢 在吉隆坡的状况呢 就有一些烟埋的这个氛围了 烟埋的情况 对不对好像有来了 感觉非常严重 昨天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 直接就是整个萌掉去了 是啊所以我前两天 我一直不明白我鼻子什么样的状况 原来就是因为这些烟埋了 是现在处于西南气候风的时间呢 这个印尼是我们达拉的中南部的 灵活的日益俱增了 导致隔海相望的大马半岛部分地区呢 尤其是巴胜谷啊 我说就是在吉隆坡啊 雪州啊这一带 还有马路加斯美兰呢 在白天也是一样 蒙上了一层黑白茫茫的这个烟埋了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 就是出门的时候 可能戴一个口罩 或者是多喝水去提防生病了 对虽然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指数呢 还是处于良好到中等水平 但是如果再持续下去 而这个灵火没有办法扑灭 还继续再燃烧更大的话 我相信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大家还是要陆续关注一下 这个呃我们国内的一些气象局 环境局所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 然后也不单只看啊 如果发现在周围的环境呢 已经觉得让自己呼吸不舒服 或者嗅到有这个呃烧焦味的时候 就应该赶快戴上口罩了 多喝水吧 像你说的 少出门 是少出门 在家多待着 看球赛 对 好 我们再看看就是泰国的 这个之前的两弯爆炸案呢 就有说到 有一些人或者是泰国 有些消息啊 就指出说 可能这个爆炸案 跟马来西亚有一点关系 原因就是在于 有人说这个引爆炸弹的手机呢 和他手机的这个SIM卡 是来自我国的 嗯 是全国警察总长 但是李卡丽呢 他就表示说 呃 其实他暂时其实是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 这个连环爆 呃 泰国的连环爆炸案呢 他的手机和手机SIM卡 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 是 他其实是说 为什么他这样子呃 表示呢 是因为大马通讯公司 所发出的手机SIM卡呢 都有一个特定的安全标签 但是如果说 你用来引爆炸弹的手机 那个手机内发现的SIM卡啊 是没有这个安全标签的特征的 所以他也检查了 这个手机的SIM卡手机 呃 只是呢 没有足够证据 像你说的 说明这个手机和SIM卡 就是来自马来西亚 是 所以呢 其实大马警方暂时呢 还是在呃 进行那个调查的工作 所以还不能确定说 其实那一件事情 是管我们的事情哦 是 那这个泰国副首相 呢 今天国防部长包围 就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就说了 当这个首相巴欲 访来马来西亚 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呃 就像大马首相 那几时寻求协助了 希望可以在这个南部的爆炸 和中国事件呢 有一个配合 有一个配合和帮助他们 那这个当然 我相信作为大马的 这个啊 就作为泰国的邻国 我们马来西亚啦 肯定这个边境呢 会另外加强 他们这个保护 加强了他们这个巡逻 但也会跟泰国呃 配合来合作的 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的事情 陆续发生了 毕竟有很多马来西亚的人民呢 是要泰国去旅游的 尤其泰南 几乎我觉得每一个星期啊 每一个周末 都会有马来西亚人就过关 到这个泰南去旅行的 会有短期旅游 对 所以怎么样还是要小心一点吧 我们 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避免的时候 就还是 我们还是待在家里 看就在呗 还是 反正这些奥运会 很多东西要看 对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大马陆陆公共交通委员会 呃 他们在昨天呢 已经公布了洗衣项的 获得那个批准的转型计划 指的是什么转型计划呢 就是德式转型计划 那之前呢 就有很多问题发生嘛 关于这个Uber啊 Grab car 就是这种私人出租车的 这个问题 那样德式司机很不满 就觉得说 哎 你这个是剥夺了我们的生意 强了我们的生计 我们应该怎么生存呢 甚至有一些消息啊 在社交媒体就剥了出来 看到说 有些人无故挨打 无故被破坏他的车 对 我看到一个 他明明就只是男朋友 要去接女朋友的 是的 然后就直接德式司机 以为他就是那个Uber的司机 就直接把人家给揍了 而且有些还打烂人家车子呢 有一些新闻还说是打烂车子的 是 超夸张的 他们这样子做的话 我觉得他们 他们就只是在 让自己的那个形象更不好啊 没错 我只是觉得说 哇 这些德式司机好野蛮 我怎么敢坐你的车呢 对啊 那如果等一下我没有闪钱 还是什么 你就直接就直接拿完我的钱去 或者是你等一下 你也对我要打抢我还是什么 那我不是觉得更可怕吗 这就是这个问题啊 他们就没有想用一种方式来好好的解决 也没有去反省一下 为什么现在这些像Uber啊 Grab Car会那么受欢迎 它不会没有原因的 你不是说人家 你看这些Uber Grab Car 他们不见得会这些专业的服务啊 有些地点他们也不见得会吧 而且有一些麻烦 对啊 你作为德式司机 你是这个出租车的专业 那人家不选择 你选择了这些业余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呢 是 而且德式司机 他们的车都比较肮脏一些 对啊 然后也比较破烂 但也不是全部啦 有一部分就是比较老 就是比较前辈一些的 他们的车子都没有换啊 而且就有一些味道这样子 而那个Grab Car和Uber的话 他们是有指定的标准 因为是私家车 所以他们会照顾的比较好 我当然也做过一些德式 他们这个是照顾的很好 我告诉你 我确实有一些 常用的一些德式司机 有一两位 我觉得他们是做到一种专业的程度了 怎么样呢 比如说如果是你打个电话给他 他就确定了下来 他会跟你说他行程几时几时几时过来 然后之前呢 还会再发一个SMS给你 告诉你 我现在再跟你确定一下 我隔天几点几点会来接你 然后我到了过会给你一个电话 或者再给你发个信息 然后他车子里面照顾的很干净 你会觉得他驾车也不是鲁莽的在驾车 然后他跟你 要么如果你喜欢聊天 他会跟你聊天 会很舒服 就是你觉得安心 我确实觉得是有这样子的德式司机 因为我曾遇到过 我也有些常用的 他不是我不能够一组干打拍 传承说所有德式司机都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是你的专业度的问题 像这种专业 他很专业 你给我感觉你很专业 那我自然就信任你啊 对吧 因为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服务业 你就是要服务好你的客人 没错 而且如果你把你的车子弄得比较昂赞 你没有去照顾的话 人家坐了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他们就会抗拒了 所以现在这么多人都不选择德式的原因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有在于这里吧 是他们自己要检讨了 那目前为止呢 这个德式转型计划呢 有11项的转型计划 总共分成四个不同的项目 不是项目了 四个不同的category 这四个category里面 四个主别里面 可以个别分成了不同的这个项目了 包括第一个这个呢 有通过科技改善服务 那这个通过科技改善服务呢 主要还是在于管制电子招车服务 这一块就希望可能能够跟Uber 或者是跟Grab Car 可能有一个竞争吧 毕竟Uber Grab Car 都是用电子招车啊 对不对 所以他通过这个来改善了 那另外一个这个主别呢 就是包括改善德式司机的收入和福利 就包括提升标准的话 德式租借条例啊 让德式司机可以通过一些价值 包括五百零 五千令吉的奖金啊 转型为拥有个人德式执照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有 还包括KPI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KPI就是一个绩效制度 今天可以让你们评定你 像Uber 它确实有这样子的评估制度 今天我做了这个Uber过后 我就要评这个司机怎么样 然后司机也要评客户啊 而且你的那个rate越高的话 你会有特别的bonus给你 对 没错 所以你看这种改进是很好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两个就是 他们自己应该要理解啦 就是说改善德式司机的服务素质 他们还要开办德式再进职的那个课程 让德式司机提升自己吧 你觉得会有德式司机要上吗 他再不上的话 那他就被淘汰啦 因为德式司机都是比较老一辈的耶 老一辈也要上课啊 活到老学到老啊 是啊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是比较固执的 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说 不需要了 那就等着被淘汰了 真的就等着被淘汰 我那天还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题外话 就有一个那个 你记得有一个百法长长的老模特儿吗 就在近期好像在中国吧 应该是中国的一个模特儿 人家说他是最最帅的老模特啊 就是他他确实是七十多岁了 还走梯台的 然后长头发的白发的 他就有做了一个访问 他的访问就说 其实他是在四十多还是五十多岁 才开之前呢 都是无房无车 什么都没有一事无成 然后都是一个 就看起来是一个失败的人 他他不他不甘愿放弃 他还是不断的努力 只是运气对他不好 然后他就不断的去想办法 包括健身啊 然后那些啊 让自己活得健康 尽量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是一名艺术家 他是一名行为艺术家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慢慢的 在有了这个这些机会 人家注意到他了 然后就有一次 就某一些这个服装公司啊 那些要找这样这样类型的 就找上了他 那结果就一泡而红了 大家看到 因为他他身材算还好的 而且很有很有那个 模特的感觉 模特的味道 而且整个样子都很好 所以他他想表示的一个点 就是说 其实人不要怕老 也不要怕受年龄限制 你用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太迟 是你让我想到的是 那个KFC的创办人 他也是因为受过很多挫折 就可能老婆也跑掉啦 然后也破产过啊 到最后好像是在八十多九十岁的 他才创办了这个KFC不是吗 他也没有放弃啊 是 也别说到那么远 就说马来西亚就有我们的 Uncle Lim了 我们李悟童先生 是 他也是这么成功啊 就变成大马赌王去了 是 他也是很迟很迟 大概五十多岁吧 才创立到这个云顶 才开始开发这个云顶 那时候都已经算是老人家五六十岁 对不对 已经算是退学人士了 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放弃啊 一直在做 那当然他有他的背后的一些 团队啊 团队啊 那个时候他也有一些资金啦 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建立下来的 只是我想说 如果他没做 他也不会这样成功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东西呢 给我们一个几十 像你刚才提到老了不学了 其实老了还更需要学 那看到还有第四个 我们刚才没讲到 第四个主编就是 这个德士呢 他需要合理化他的收费 你只要合理化他的收费 你这样觉得说就比较舒服了 因为一些电子招车呢 他确实比较便宜 我做的比较 而且这种德士司机 他们很喜欢乱乱算价钱 对啊 你即使那个计程车的那个表啊 我都觉得贵了 我那天就试了一次 就是在 这个古中城 然后就搭车子到了 这个哪里去呢 就这个叫什么 Oakland Road的其中一个点上 其实古中城就是 Mid Valley到Oakland Road的 这个距离不是太远 但是我竟然花了 接近二十块钱 怎么可以 跳表达 跳表达 他不是乱说的 他现在一上车是三零级 对 然后他还有就是说 有那个 他每一次跳 就是二十五三 但是跳得好快 我也不懂是怎么样 超快的 一下就跳 一下就跳 那莫名其妙就突然跳了这个十多十多 还没有到二十啦 就十多块了 我觉得 哇 那么近的距离 不是太远的 而且也不会太堵车 你应该搭巴士的我觉得 但是晚上了 晚上有巴士啊 因为我不知道几号车去到哪边 你可以去巴士车站 然后那里有一个牌 他会跟你说的 要不然你就上网查一查呗 可能要转车就麻烦了 对不对 不用转车 如果你是从Mid Valley去Oakland 你看这个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我们马来西亚公共交通系统呢 你可能第一 不是那么的太完善 第二 它的让人家知道的这个讯息不足够 人家也不懂怎么去找这个资讯 我真的去看 也不懂在哪里啊 就我只好打得失了 因为那时候 现在的公共交通已经是很方便了 所以可能选择不开车的 真的是可以尝试用 即是得失啊 或者是Uber Grab卡这些公共交通 这样也可以啊 就是让让他们有有生意啊 然后你也可以在同时间 你就可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好好的休息一下 嗯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吧 那说到这样子的转型计划之外 我们还有的就是呃 这个呃 首相呢也提到了 之前在政府的南海政策策略下呢 积极落实的其他的改革计划呢 也为国家节省了一个庞大的开支 节省了数十亿令吉的开支啊 呃 只是说这些节省下来呢 我相信对于很多关注这个 一马公司的消息的 还是在会说风凉话的啦 你省下这些什么作用到最后 还是那钱不够补回去那些洞啊 一大堆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所以这个也没没没太大的 这个论点在 因为你无论放了什么一些 比较正面的消息呢 很多在民众的呃眼中呢 都还是这个YMDB永远没有 没有解决的话 你这些都是没有作用的 是因为因为他们要的 就是一个解释啊 当你没有给解释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嗯对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转一个焦点看看吧 这个移民局啊 就有之前不是说了吗 呃有一项指南 就是不穆斯林呢 是不可以聘请非穆斯林女佣的 但是呢 他这个移民局总监呢 他就强调说 这个不是一个规定 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只是一个指南 就是说你可以不跟 就有选择性 你有选择啊 你是穆斯林的话 那你要聘请一名 非穆斯林的这个佣人的话 那你自己就要符合这个指南 那或者是你自己要呃 有一些东西 你自己要要怎么说呢 要自己注意一点哦 比如说在吃方面 在处理一些东西方面 因为穆斯林很多 你需要清真的嘛 那如果今天你是非穆斯林的话 你对于清真的条例 你不熟悉 他的这个呃 整个程序 你也不熟悉 那你可能会令到穆斯林不太方便 哦 所以为什么这个做法呢 并不是一种歧视 它不是一种歧视 它其实只是说是一个呃 呃 一个一个策略 一个建议 让你们说 如果你们最好穆斯林 还是请回穆斯林的女佣 因为既然印尼呢 已经限制你女佣的出口了 嗯 那就变成马来西亚是 其实马来西亚是最需要的嘛 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这个穆斯林在 你当然要聘请就是聘请印尼的这个女佣啊 印尼女佣很多是穆斯林 就方便一点 只是现在人家限制了 那你这边就少了女佣 那你要怎么办 你可能有点点考虑说 会不会聘请一些非穆斯林的女佣 但这个也会有点 应该很难说 因为你要怎么样控制啊 那是他宗教的问题 但是可能他就是一个女佣 他也很需要那份工作 那你觉得他表现也不错 你不可能因为他不是穆斯林的话 你就不聘请他 最多你就先教导他说 呃 我们穆斯林是有这样子的条规 或者是你 你就跟住这样子 你就不要破例 因为就会造成我们不方便 是 就是你你如果是 你先教导他就好了 今天如果他愿意工作的话 他真的愿意配合的话 那是他就要配合 但这是他专业度的问题 第一他必须要有这个专业 然后他自己本身呢 必须做出一些妥协 比如说今天如果是 我是假设 虽然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华人 他进到一个穆斯林家庭工作 那不是这个华人 是不是要配合一下 的配合这个穆斯林 不然你就不要进去工作嘛 你明知道人家是穆斯林雇主 你你不可能在家里吃猪肉吧 对吧 这个情况 同样的返回来说 今天是一名穆斯林 他进到这个 呃 非穆斯林的家里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互相尊重 其实说到底是互相尊重 对 我们也不可能就是在这个穆斯林面前 或者在叫他去煮猪肉 这个不太可能 你叫穆斯林的这个女佣去煮猪肉 好像对他也不尊重 不公平嘛 那当然他也要尊重的是雇主 可能有他的这个自由选择 所以你我今天一个穆斯林 到非穆斯林的雇主家里工作 那非穆斯林这个穆斯林本身呢 他也要了解雇主的这个喜好 是不是他能够接受的 如果不能 他就不要去工作 对 不要让对方觉得就是麻烦就好了 对 所以呢 最主要呢 还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 不要到 不要不甘不勤不愿的去工作 或者去不甘不勤不愿请这个人 我就是没有意义 到最后呢 就会面对发生了虐待女佣啊 或者女佣对雇主 或者雇主的这个孩子啊 做一些虐待的事情 很多事情就发生就对了 希望不会这样 不愿闵还是有什么事呢 如果想得到真的很有什么事呢 是真有什么事呢 需要不要有什么事呢 不要无策务